好,来各位,我们再回到这边来 白马拉系统设计 那我们刚刚特别强调就是 这个白马拉系统设计 根据定义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interactive的program 下面这就是一个for-roof的program 它的样式啊,跟原来的定义啊 长得非常不一样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recursive program 那这个recursive program 跟原来的样子啊 就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 那虽然这个我们在写这个program 变成recursive 觉得是非常方便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各位说 这个program是一个不好的program 它能够得到答案 它是可以得到答案 它是根据我们的定义 把它写出来program 但是这个program是一个非常不好的program 因为它花了时间太多了 好,那我们马上看一个 看一个这个执行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来我们去执行这个反马拉系统设计的一个状态图 那这个F5呢代表就是我们在这里一个F 然后这个NN5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5如果要执行的话 我们就要有前两个相加嘛 所以你要算这个F5的话 你就要算F4还有F3 好,所以我们这个图就是在模拟说 那我算这个F5的时候呢 我必须去自算这个F4 还有这个F3 那应该是recursive的 逆回式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要算这个F4的时候 我要算这个F3 还有这边的这个F2 得到答案之后呢 我才可以得到这个F4 那终于得到这个F4之后呢 最后你便送给这个F 其中的前半段的答案 后半段呢 他还要去算这个F3 那我们recursive的概念 虽然刚刚已经算过这个F3 在算F4的时候算过这个F3 好,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F3在这边算过一次 但是呢,这里呢 我们要重复再算一遍 这个的缺点是 我们没有把计算过的答案法基下 单纯的用铝科学的概念 给我们计算 那所以呢 这里面就会有很多重物的计算 这个F3 刚刚算过一遍了 现在又再算一遍 所以等于刚刚的计算 F2加F1 算了 你现在又要重新再来一遍 那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到F5而已 如果你再往上再看更大 比如说这个F6 那这时候呢 重复性又会更多了 假设这里我们再算F6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这个F5呢 这个6半边是这个L4 这个L4呢 它的计算的情况 跟这一大段是一遍一样 就要重新再算一遍 好 所以 第一本 我们要 看到的这个Proven 是一个 理科学非常自然的 但是你在做计算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把答案存起来 算过的东西 你会重复 重复计算 所以呢 这边会有很多什么 很多重复的计算 好 这个 针对这个反马拉的Sequence 这个Proven 要怎么写 才是这是一个好的Proven 就是我们前面的第一个 Iterative的Proven 是好的Proven 所以 这里 所以这个Proven 哪一个是U的 是这个才是对的 这个写出来的这个Proven 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 他没有重复计算 算过的东西就不再算了 所以 永远都是什么 有前两个 刚才算嘛 有前两个 做完计算之后 再 再把下一个把它算出来 所以 这个计算 是比较丢的 那 我们将来 这个Proven 这个在 资料量少的时候 当然之前的时间都是非常快的 资料量一多的话 那 这个Proven 跟下面这个Proven 比起来的话 那 前面的第一个 这个 就非常非常 比下面这个第二个 这个 要有效率多了 所以我们这边 就是 在这边 这个方案 就是给各位知道说 并不是你看到 这个是一个 与科学的概念 那我们马上 把这个 与科学的Proven 就会是好的Proven 不一定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个 这个与科学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与科学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好再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也是 就是在有一个科学朋友里面 经常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 哈罗伊套 哈罗伊就是 翻译这个中文 就是 越南的河内 现在河内就是越南的首都 越南的河内 不不 现在河内 其实不是首都 它是无知名市 才是首都 是北越的 以前这个 这个 这个越南 我们南越跟北越 是北越的首都 哦 在河内 好大一的时候 有没有 学过这个 河内塔 塔同一套 有没有学过 有学过 请举手一下 好 那多数人就学过了 所以解释这个 就容易多了 好 我们这个哈罗伊套 就是 我们有三根的柱子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圆盘 那圆盘中间有洞 就像那个Disk 就好像可以光铁片 那个Disk的工具中间有个洞 那可以放在这个圆盘上面 那我们放的时候呢 是 下面的是最大 然后慢慢的 慢慢的小 那每一次呢 在这个 在柱子上面放的时候呢 下面一定要比较大 上面的比较小 那一次呢 怎么搬弄一个 一次怎么搬弄一个 一个Disk 从这里搬到这个 这个B 或从这个A把它搬到C 都可以 那当然 你可以从A 可以从C把它搬回到A 也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说 你要怎么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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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够把这五个 从这个A把它搬到 从这个A把它搬到C 从A把它搬到C 那一次怎么搬到一个 要怎么搬 好 那首先我们要问 这个 就稍微要 评宫稍微想象一下 首先我们要问 怎么搬 怎么搬两个 从A把它搬到B 怎么搬两个 从A搬到B 搬两个 来 请重围回答一下 从A搬搬B 搬两个Disk 怎么搬 从A到B 黄博训 来回答一下 从A到B怎么搬 两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材料 A先到C E先到C 所以就是從A翻到C 第一個 這個意思嗎 對 然後呢 2到1 2到1 C的那個叫做多 這個意思是 好 完全正確 我們只要把兩個 從A把它翻到B 怎麼翻 那就是這樣 最小上面是比較小的 號碼比較小就是 那個S個比較小 那我們就從這個第一個 把它翻到C 然後再下來就是把 第二號把它翻到B 接著再把C的那個把它翻到B 三步好可以翻 那我們現在要問的下一個問題是 在這裡 怎麼移動三個Disk 從A到C 怎麼移動三個Disk 我們的目標是從A到C 我們的目標是從A到C 齁 來我請同學來回答一下齁 怎麼從A翻到C 上個Disk 這個 王建祥 A到C A到C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A到B 第幾個 第二個 然後呢 然後再來是 第三個是C到B 第幾個 第一個 然後呢 第三個是A到C A到C 第幾個 誰講話碼 第三個 好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 B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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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一個 然後再來是 第二個由B到C B到C 第二個 然後再來是 A到C 第一個 A到C 第一個 看一下單位是誰好 喔這個 這個 黃建祥好厲害 竟然對了 竟然對了 跟電腦一樣厲害 基本上齁 這個 我們搬動三個的時候 你這樣 好像才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如果要搬動四個五個的時候 困難度就越來越高了 所以呢 我們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能想 我一次搬動三個 或者是一次我們最下面講的一次搬動三個 我們不能這樣想啊 我們要怎麼想呢 我們要有一個科學的概念 好 那什麼叫做科學的概念 這個 這個合在一起啊 這個合在一起 他做的事也就是把 第一個跟第二個把它翻到B 從A翻到B 然後再來是這個 A到C 就是最下面那一個齁 第三號就是最下面那一個 從A把它翻到C 那你這個A翻到C之後 接下來上面怎麼翻動 跟這個最大的那一個無關 因為它最大的 把B的那兩個 再過來這個呢 就把 把剛剛的B的那兩個 把B的那兩個 從B把它翻到C 所以 這個 recurse的概念 這個三個Disk 怎麼翻的 就是把它分成這樣的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最上面的兩個 從A先翻到B 然後再過來 然後再過來 最下面那個大的那個 從A到C 放下去就固定了 油帶也不動 剩下的部分 recurse的 把它從B翻到C 就是那兩個步驟 B翻到C 所以我們就分三個階段 那你分成這三個階段的話 我們想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想 那如果你recurse進去的話 想這個問題就很困難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這個三個階段 我們當然可以把它擴充 變成N個Disk 所以這個N個Disk怎麼翻動呢 就是 第一個大步驟 把最上面的N-1個 最上面的N-1個 從A翻到B 這N-1個Disk 這不是一個 是N-1個 那你剛才翻例的話 是前面兩個 再下來是把DiskN 從A把它翻到C 所以這一步跟這一步是對應的 從A把它翻到C 再下來 再把你剛才B的N-1個Disk 再把它翻到C 那至於N-1個到底怎麼動 recurse 好 所以我們現在 把這個概念把它變成 recurse之後呢 那你不管你的N-1到底是多少 那 在概念上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克服這個問題 概念上 好 那再下來 這個概念上面 要把它變成我們的Proven 那變成我們的Proven的話 我們這個 這個概念 剛剛這個是一個recurse的概念 這個你要把它變成Proven 那我們前面的這個 版本來的CQ recurse的概念變成Proven的時候 你有兩個版本 你可以iterative的 你也可以recurse的 可是這裡呢 你這個recurse的概念 把它變成Proven呢 基本上只有一個版本 就是recurse 如果不是recurse 那Proven就很難寫 不是說做不到 還是可以做得到 太困難了 那我們把它變成recurse的概念 利用這個recurse的概念 把它變成recurseProven 其實那Proven就很容易寫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 我們這個recurseProven 這個是 這個是變Proven 就是說我們有 N個Disk 要搬 這個N號 就讀進來的N號 就讀進來的N號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套 這個ABC有三個 然後N號 所以其實 最重要的recurse在這裡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到底是怎麼做的 N等於1 就只有一個Disk 給它搬 那就非常容易了 我們就直接Print 把它Print 我們這裡有一個搬動 其實 就是我們不是真的用拿機器人來搬動 我們只是把它Message把它Print出來 所以我們就Print Disk 就是 Mood Disk Disk1 從Peg 這個A到C 從這個A到C 從這個A到C 就把它寫出來 好 所以 這個一個Disk 就直接把它寫出來 那如果你是N的Disk 怎麼辦 那就是 按照剛剛的講法 recurse 先搬動 N-1 所以 這個 剛剛這個N的這個 參數 就變成N-1 然後呢 這個是來源 這個是 這個是目的地 這個是來源 這個是來源 這個是目的地 所以我們現在來源 就是A 目的地是B 所以把上面的N-1 把它從A搬到B 上面的N-1 從A把它搬到B 所以 這完全是女科學 做這個事情 接下來 一個 從A搬到C DN的從A搬到C 所以這裡就是直接寫 從A 從A把它搬到C N-1 所以就是 目的地是個N DiskN 從這個A 從這個A 把它搬到C 接下來 從B把它搬到C 也是N-1 所以來源是B 來源是B 目的地是C 所以從B到C N-1 好 所以 有 剛才的這個 演算法 這個Program 就用Recursive概念 把它做出來 那我們有這個Recursive概念 把它做出來之後 那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嗎 當然這個Program 可以執行我們剛剛的 卡龍一套的 工作 沒有問題 但是呢 有什麼問題存在 這個N到底有多大 我們能夠執行 這個N的大小 到底是什麼地步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說 你這樣的卡龍一套 搬動的次數到底是多少 那我們一定要了解 雖然朋友已經學出來了 但是你就必須要了解 這個道理要花好時間 好 現在我們用這個TN 來代表我們的Movement 在兩個Disc的時候 像我們剛剛的這個 三個Disc 三個Disc 我們要搬七次 三個Disc搬到七次 兩個Disc 要搬動三次 兩個Disc要搬動多少次 因為我們剛剛是Recursive的概念 所以當然 你這個呢 也是一個Recursive的一個Formula 好 所以呢 這個是最前面的 我們剛剛一個就搬動一次 兩個搬動三次 三個搬動七次 這是我們剛剛一致的 那TN呢 怎麼表示 因為我們是Recursive的 所以也非常單純的 TN-1 前面N-1個 從A翻到E 它的公式就是TN-1 再加中間的那一個 再加最後那個階段的 TN-1 好 那你是Recursive的Formula 你當然可以 Recursive的Formula 慢慢把它解開來 這兩個 我們就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就是兩倍的TN-1 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你這個 這個又可以把它展開 變成兩倍的TN-2 再加1 再把它展開 떡 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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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就 你 要看